有一位武将 准备要一次决心去打仗 击败实力比他坚强十倍的敌人 他本人是非常有信心的 以一倍的军力 抵十倍的军力的敌人 他有信心打胜仗 但他的部下 就说将军将军 这是敌人十倍 我们人这么少 敌人是我们的十倍 人数这么多 这个将军头脑非常好 带领这个军队走走走 走到了山腰旁边 有一只小庙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问一下 上场 看我们今天的打仗 会不会有 他就对部下讲 我要拜下 谍告 西洋人都是用那个钱币 一个是人头 一个是文字 或者是图案 一个是人头 一个是负面的 中国人 有自己的问普的方式 新加坡 很多都是广东来的 福建来的 讲拔波呀 拔波呀 福建啊 拔波呀 新加坡就很多了 是不是 所以新加坡啊 跟台湾都同样 也是拔波呀 那我们问一下上场 我们这场仗 打得赢打不赢 这个将军很聪明 他就说 如果是正面朝上的 这个将我们尊严 要是反面的 一定输 我的命运 就在老天的手中 然后叫那些 坐下 他的这个 武将底下的 几个长官进来 因此就进入 小庙 祷告一下 然后转身 硬币 掉下来 正面的 哦 整团啊 突然士气高昂 都急着 要去打敌人 恨不得马上 打赢这场硬仗 来 我们这仗 上枪 允许我们一定打赢 谁也不能 逃出命运的掌握了 打胜仗以后 哎 我们回来庆祝庆祝一下 哎 去国 哎 打赢了 这个将军呢 拿出一个钱币 看 两面都是正面的 哈哈 我 打赢了 打赢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